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老师会讲解关于数学 讽读chapter 6 3D shapes 我们会讨论关于volume 也就是体积 好,打开课本第115页 6.4 第1A Calculate the volume of the following 好,这是一个combined shapes 也就是一个hemisphere hemisphere是一个半圆 和一个corn 组成的 好,老师再把它画出来 那么hemisphere 如果我们要找它的volume 它有自己的formula 它的formula是 3分之2πr3 而corn的formula是 3分之1πr2h 接下来我们用π 我们要看π是什么 那么这个题目没有写 通常我们有分成两种 一个是π等于7分之22 另外一个是π等于3点1次2 好,今天我们将会用分数 好,今天我们将会用分数 来,我们来看hemisphere 那么hemisphere 3分之2我们照抄 π 我们写成π 写7分之22 再乘以r r就是从中间的点到旁边的边长 这个叫做radius 也就是r radius是5cm 那么我们把这个5cm写下来 再把这个3写下来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corn corn是圆缀体 那么我们用它的formula 也就是3分之1 π 7分之22 再乘radius radius也是一样 radius跟hemisphere 上面的radius这个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写5 把square写下来 OK 跟这个hemisphere不一样的 这个是q 那么这个是square 再乘以h 这个h也是height 就是这里的高度 12cm 那么height是12 好 同学们 你们可以用colculator来试试看 把答案做出来 3分之2乘去 π再乘5 好 答案是261 21分之19 cm3 这个 也是用colculator来算 好 答案是314乘 314又7分之2 cm3 好 接下来 我们需要把这两个体积加起来 我们需要把这两个体积加起来 那么它的答案是 576 如果你是用小数点来做的话 那么你会得到的答案是 576.19cn3 好 今天老师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我可以做的 两个体积加起来 这两个体积加起来 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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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